第九章 在家人修行 道读 学佛一事必须先做好人 才可趋向佛道 因为佛法包括出世入世一切诸法 所以对于做父亲的就说慈爱 对于做儿子的就说孝顺 让个人都尽到做人的本分 然后修出世之法 在家人学道要像莲花一样 除污泥而不染 静心念佛 经常反省自己 积德行善并非一定要有钱 印光大师说 要知道身口一夜都饿 就是最大的饿 三夜都善 就是最大的善 首先必须以身作则 才能感化同人 自己的妻子女儿能信受奉行 别人自然也能跟着从善了 难道一定要有钱财 才能做功德吗 学佛一事必须先做好人 才可趋向佛道 因为佛法包括出世入世一切诸法 所以对于做父亲的就说慈爱 对于做儿子的就说孝顺 让个人都尽到做人的本分 然后修出世之法 譬如想要修万丈高楼 必先兼住地基 开通水道 则万丈高楼才可修上去 并且永久不坏 如果地基不尖 必至未成而坏 从前白居易问鸟巢禅师说 什么是佛法大义 禅师说 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想要学佛法 首先必须克己慎读 事事都从心地里真实做出 这样的人才算是真佛弟子 如果他的心坚恶 想要借佛法 以免罪业 无异于先服毒药 后服良药 想以此身轻体贱 炎炎益寿 可能吗 三百 你已娶妻成家 应当经常想着 让父母亲高兴 夫妻之间要相互爱静 不可因小事产生矛盾 致使夫妻不和睦 以伤父母的心 忠庸说 夫妻相亲相爱 像琴瑟一样和谐 兄弟和睦相处 一家融洽 真快乐 安置好自己的家事 让妻子儿女都快乐 孔子说 人若能这样 父母也将称心如意了 夫妻兄弟和睦 则父母心中顺悦 现为人子 不久为人父 若不实行月亲之道 则毕生忤逆不孝之子 譬如瓦屋 盐浅水 点点滴滴 照样来 我老了 不能常训事你 你肯努力进子道 便可入圣贤之狱 将来往生西方 是你所得的佛法利益 301 人生世间 为善为恶 都需助缘 才会有结果 即使是天生的圣财 尚且必须有 良母贤妻辅助其德 何况是普通之人 因此 文王应受母亲 太任的胎教 而有圣德 所以诗经上赞叹她 以礼待正妻 推及至兄弟 并以此治国 这是就文王而言 如果谈论文王的妻子 太四的圣德 当然也可以辅佐文王之道 如两灯互照 欲见光明 两手互洗 才得清静 由此说来 世间缺少闲人 是由于世间缺少嫌母 欲嫌妻呀 因为妻子 能暗中辅助丈夫 母亲 能胎教子女 刚刚出生的几年 小儿每天都在母亲身边 轻受美德的熏陶 常常亲人的训会 耳辱木染 潜移默化 其性情 不知不觉 为之转变 不求而能自成大器 我常说 教育子女 为其家治国之本 还常常说 治国凭天下之权 女人家操得一大半 就是这个意思了 302 教育子女 当从根本上着手 所谓根本 即孝养父母 利益大众 忍辱不怒 老实做事 以身为教 以德为范 如融化的金铜 倒入母中 母直则直 母趋则趋 大小厚薄 未入母之前 已经可以预知 何况出母 见识之人 多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一般有天资的子弟 狂妄自大 违背伦常 没有天资的 复归顽劣 因为从小缺乏教育 没有规矩 如同融化的金叶 倒入坏母 而成了坏器 金固然都是金 而倒入的母不同 所成的器 也就有天渊之别了 303 善于教育儿女 使他们都成为贤人 或者淑女 是为伦敦晋奋中 最大的事 因为儿女 全部贤善了 则兄弟姐妹 轴礼儿孙 都会相互熏陶 而为善 从此 贤贤相继 则贤人多 而坏人少 坏人 也可化为 贤人 善人 可见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的根基 就都包含在 善于教育儿女中了 304 女人临产时 常常有人痛苦不堪 几天生不下来 以至于丧命 又有生产后 出现血崩等种种危险 儿子也有 曼吉经风等种种危险 如果在快要生产的时候 至诚恳切 出生洪亮的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不会出现危险 不可心中默念 因为默念的心力小 因此感应也小 又因为这个时候 用力送孩子出生 如果默念 可能会引起 避弃生病 如果致诚恳切的念 一定不会有 痛苦难产 以及出现产后血崩 儿子经风等疾病 即使难产到了极点 人都快要死了 也要告诉产妇 和在旁照应的人 一起出生念 观世音菩萨 家人虽在别房 也可以为他念 一定不需一刻功夫 就能安然而生 外道不明理 死死执着恭敬的想法 不知道要按照 事情的变化来论理 以致一般念佛的老太婆 视女人生产为未徒 即使亲女亲席生产 也不敢去看 何况还敢叫她念观音吗 要知道 菩萨以救苦为心 临产虽然裸露不尽 却是实在没有办法 并非故意放肆 产妇能够念观音 不但没有罪过 并且可以使母子 种大善根 这个意思 出于药师经佛所说的 不是我个人在主观猜测 我不过为之提倡罢了 305 求子之法 人们大多背道而驰 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 性情闲善 福报智慧寿命 通通都有的儿子 必须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才会称心如意 世人无子 就多娶亲 常服壮阳药 常行防侍 其实这是塑死之道 不是求子之方 侥幸得了儿子 也如子时不饱满的 笔道种子 播种后或不出 或出了 也难以成熟 正确的方法是 第一 要断房室 时间半年 至少也要一百天 欲久欲好 应当与妻子说明白 彼此都有这种想法 分屋居住 若无多屋 则必须分床 平时绝不以妻做妻想 当作姐妹想 不敢产生一丝邪念 等到身体养好 并且妻子月静也干净了 就选择天气清明 日期吉祥那一天 晚上做一次房事 必得受孕 从此停止房事 直到孩子出生 过了百天后 才可再行房事 女人受孕后 行一次房 包后一次 胎毒重一次 并且因为子宫常开 容易引起堕胎 这种忌讳 人多不知 纵有知道的 也不肯依 以至于引起孕妇难产 或者孩子生下来 也是死的 或者体弱短命 不知自己不善用心 反说命不好 反将行房当常事 日日行之 不死就算大幸了 求子之人 要心存慈善 利益大众 博爱万物 利益大众 博爱万物 不一定要钱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凡无利益众生的心不存 凡无利益众生的话不说 凡无利益众生的事不做 满腔都是太和元气 生机薄薄 若自多难念 可去拿摩二字 只念观世音菩萨五字 白衣大事神咒 念也好 不念也不妨碍 你这样存心心 你这样存心行事 念观世音菩萨 也让你妻子这样存心行事 念观世音菩萨 一直到临产还念 临产不可默念 要出声念 旁边照应的人 必须大声帮他念 保管无苦痛难产之事 临产不能默念 因为用力送孩子出来 默念也许会因气壁而生病 女人一受孕不可生气 生大气则容易堕胎 并会将这个乖利之气 传给胎儿 孩子的性情就会变得凶恶 另外 给孩子喂奶时 必须心平气和 若生大气 奶则成毒 喂给孩子吃 严重时婴儿马上就会死亡 轻则半日或者一日死亡 绝对没有不死的 生小气毒小 儿虽不死也会生病 所以爱生气女人的孩子 死得多病得也多 自己喂 故奶母喂 都是一样 生了大气 千万不可喂奶 必须马上停止生气 放下一切 心平气和 然后过半天再喂奶 喂奶时 先把奶挤掉半茶碗 倒了 奶头开过再喂 就无此祸殃了 若心中还是气哄哄的 就是一天也喂不得 喂则不死 也会大病 此事古今医书 均未阐述说明 我因近年来 这种事见闻多了 才知其中祸害 女孩子从小 就要学柔和谦逊 长大后生孩子 必定容易 必定善良 必定不死不病 凡是儿女小时死病 大半是他们的母亲 生气的缘故 少半是自己命该早死 天下古今 被独辱所杀害的儿女 不知有几横河杀术了 怎么不可悲呀 你行月亲孝道 所以为你详说 须劝你母亲 吃素念佛 求生西方 你与你的妻子 也应这样